2016樂活南投139自行車挑戰賽 將於11月20日上午 在中興新村的中興會堂廣場開賽 藉由自行車挑戰賽 使南投四與周遭的鄉鎮都能增加曝光率 我們南港新商 能夠來承辦這一次的活動 是我們的榮幸 我相信能夠借這一次139線到環線的 一個腳踏車挑戰賽 我相信能夠使我們南投四與我們周遭幾個鄉鎮 能夠增加它的曝光率 能夠甚至包括地方的一些文化 包括它的美食 包括它的景點 種種 我相信對我們絕對是一個很好提升的活動 副縣長陳振生指出 藉由活動可以讓南投四與其他鄉鎮 有發展經濟的機會 而由於此次路線里程數長 希望民眾能提供補給站 用熱誠的心來歡迎這些挑戰的選手 透過這些活動 也可以讓我們南投四以及周遭的鄉鎮 大家都有一個發展經濟的機會 所以我們南投線目前除了 縣政府規劃的國際自行車 挑戰武嶺以及新中鎮的活動之外 這一條路線應該算是 縣內鄉鎮舉辦最長的一條路線 所以希望當天活動 大家都能提供一些補給站 來用熱誠的心來歡迎這些挑戰的高手 應該可以慢慢的營造我們南投線 特有的自行車文化 此次路線橫跨許多鄉鎮 包含草屯、南投、集集、民間、中寮等 甚至還有彰化線的分源 議員曾鎮嚴期盼 能藉此推廣觀光與運動風氣 讓國人都看到南投明媚的風光 經過這個鄉鎮 就對我們的超頓、南投、集集、民間、粉紅 這圓路的線路 總共有九十三公里外 這個人說真的好這個活動 也可以提倡所有的南投市民的活動 也可以推廣我們的觀光事業 可以提倡我們的運動 讓我們全國的所有國人 了解我們南投市民間鄉、超頓頓 和集集的綠色隧道 和中間這麼美好的綠色隧道 可以讓我們的國人了解 可以來創更大的商機 樂活南投139自行車挑戰賽 去年由南綱青商會懲辦 而今年更有南投女青商的加入 除希望能夠帶動南投市的商機外 也希望能帶動鄰近鄉鎮市的運動風潮 活動報名至8月25日截止 歡迎大家參加挑戰 民意新聞林佳慧南投採訪報導 民意新聞林佳慧南投採訪報導 民意新聞 民意新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